兄弟 跟我走 救你 那是逃婚了 从今而后 行刑堂和神剑山座一刀两断 肚子里的孽种 把我杀了的不惜任何代价 那你愿意自己的身体做酬劳吗 这绝对是最大胆的男人 竟然敢对504大世家的慕容千金大小姐 说这样的话 男人名叫燕十三 是一名杀手 凭借自创的夺命十三剑 行走江湖 从没有失过手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正值壮年的燕十三 染上了绝症 这天 心灰意冷的他 正借酒消愁 被一名白衣剑客拦住 只要你说出是谁指使你杀我二弟的 我就饶你一命 冤冤相报何时了 燕十三拒绝出卖雇主 白衣剑客拔刀就刺 燕十三并未拔剑迎战 处处人让 谁料 白衣剑客是要取他性命 一剑挑开了燕十三的头巾 燕十三是江湖中最凶残的杀手 宝剑一旦出窍 必饮人血 不出所料 白衣剑客当场归西 燕十三的好剑法 让酒楼里的围观群众纷纷喝彩 然而却认错了人 除了三少爷 没人能使出这么快的剑 难受要好剑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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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皆之三少爷 却不闻燕十三 话说这三少爷 乃是神剑山庄的少主 家世显赫 剑法无双 年纪轻轻 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燕十三自小苦练剑法 他掌中有剑 剑中有魔 即便如此 却不被人知 燕十三欲哭无泪 就在这时 慕容秋迪找到了他 递出以十万两黄金的高价 请燕十三杀三少爷 见燕十三没有答应 慕容秋迪只得装可怜 说出他与三少爷的仇恨 可是成期那天 他弃我而去 求假那天 他又来了 把我抢走 又把我抛弃 谈话之间 燕十三看到慕容秋迪怀中的银蛇 就知道此女不简单 那你愿意自己的身体做酬劳吗 慕容秋迪拍案而起 就要杀了登徒子 人料 长剑和银蛇齐出 在燕十三面前 犹如雕虫小技 此刻 楼下众侍卫严阵一带 却没有上楼 谢氏剑法 直此而言 慕容秋迪将三少爷的剑法 透露给燕十三 他料定两人 定会一绝高下 两人一夜无话 全是动作戏 隔天一早 燕十三来到神剑山庄 庄主谢王孙亲自迎接 来到大殿后 看到的却是三少爷的墓碑 小枫已经死了三十七天 玩家为了替少主找回面子 一声令下 家庭们纷纷百出见证 眼看双方就要大打出手 尽好谢王孙及时劝驾 燕大侠失去了最好的对手 就等于失去了之音 燕十三一口老血喷出 离开了神剑山庄 生无可念的他 将宝剑扔进绿水湖 自此销声匿迹 三少爷的死讯 很快就传遍江湖 有人喜 有人忧 魔教天尊组织欢呼雀跃 一边攻打各大门派 一边调查三少爷的死讯 一夜之间 铁血门被屠杀殆尽 然而 买凶杀人的慕容秋迪 却气不成声 以发妻的名义 办了一场追悼会 还选了个如花似玉的丫鬟 去伺候他 舔狗竹叶青 于心不忍 竹叶青刚帮慕容秋迪 收回剑 怎料他话锋一转 要将漂亮丫鬟 许配给竹叶青 谁知 舔狗竹叶青 居然杀人表忠心 不得不说 此女面如桃花 心如蛇蝎 江湖名利争斗 感情受挫 这便是三少爷 前半生的遭遇 阿吉阿吉 帮姐把尿盆给倒了 叫她照她就倒啊 真是个没用的阿吉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帮女技师 倒尿盆的阿吉 竟然是天下第一件 神剑山庄的少主 神剑山庄三百余年 仅由第六代庄主谢王孙 存位于三子小丰 光能光大门楣 护佑天下武林 当年 三少爷与七星堂千金 慕容秋迪青梅竹马 事业爱情双丰收 但大婚前夕 七星堂刻意笼络夏侯世家 与其密谋 想要称霸江湖 这丫头 野心比她父亲还大 谢王孙虽以知情 但迫于压力 只得答应婚事 这料 大婚当日 新郎三少爷 却离家出走 慕容庄主 犬子余不可及 竟在迎亲之日 不知所踪 那是逃婚了 从今儿后 七星堂和神剑山庄 一刀两断 息怒吧 肚子里的孽主 滚了 七星堂门主 气急攻心而亡 三年后 秋迪同意和夏侯世家联姻 谁知 迎亲当天 三少爷突然出现 秋迪跟我走 夜里 两人在林间露宿 三少爷提出 归隐田园 做一对神仙眷侣 但秋迪不愿放弃荣华富贵 两人观点不同 再次分开 而真正让三少爷死心的 却是杀戮 那天 谢王孙为了天下第一剑的虚名 逼迫三少爷 杀了已经归隐田园的剑客 他是你唯一的对手 你把他杀了 背负就安心了 杀 杀 杀 三少爷本想放对方一马 怎料 一旦结仇 就无法再次和解 看来三少爷的剑 对付不了女人的 剑夫 敢敢伤我家少主 罪该诛 战掏出单 从此 三少爷彻底厌倦了江湖 三个月后 他来到苦海镇 虽捧头垢面 但出手大放 随手一掏 就是一张银票 女技师们见状 争先恐后地伺候 一段时间后 银票花光了 还欠下五天的酒钱 老宝让他做苦力偿还 三少爷因厌倦江湖杀戮 改名为阿吉 竟然在青楼 当起了闺奴 在这里 人人都瞧不起她 她整天孤言寡语 什么脏活累活都做 因工作的关系 她结识了女技师小丽 小丽虽很贪财 但她并不喜欢 青楼里的生活 希望找个老实人嫁了 你想不想试一下 我的身体 我让你睡一次 你带我离开小油了 好不好 跟你讲条件的女人干嘛 阿吉没有答应 并不是瞧不起小丽 反倒是对她 有了一种怜惜的感觉 隔天 两个恶霸想要吃白食 大爷 你还没付钱呢 你的功夫大爷不满意 没钱 不许走 把钱给我 他们赚的是苦钱 阿吉为了英雄救美 向两个恶霸 展示了自己的金钟罩 恶霸遇到不怕死的 于是 痛快地把账给结了 阿吉 你疼不疼啊 或许是觉得这样的关心 不够分量 阿吉没有回答 小丽很快就会懂了义 你喜欢我的身体吗 就当两人准备深入交流之时 老宝却闯了进来 你走运了 你知不知道 大老板要收你做他的弟子 他要是瞧得上你 你的前程可就大了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阿吉离开了青楼 因为找不到工作 阿吉一时想不开 打算撞死于佛前 路过的苗子 好心将他劝住 在苗子的安慰下 阿吉重新振作了起来 然而 这天晚上 阿吉却看到满身世上的小丽 原来 小丽是苗子的妹妹 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 小丽瞒着家人 在青楼干活 见面后 两人假装不认识 小丽告诉阿吉 她已经存够了钱 还清债务 再也不回青楼了 你不怕他们抓你回去 有一个肯为我哀悼的男人 在身边 这世上还有什么 值得害怕的事情 以后我赚的 都给你 殊不知 拨天大祸即将来到 青楼大老板得知此事 派出杀手 小丽 大老板让你回去 我的债务还清了 我不回去 我要带他回去医院 什么 你胡说什么 红衣杀手胡作非为 拔刀正欲砍老实人时 谁知 眼前的老实人 竟是杀人无数的 剑神三少爷 当年 若非他装死 这才逃过一劫 然而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身后走来一个 背着墓碑的怪人 我叫你让路 是的 此人正是顶尖杀手 严十三 没想 出来打个劫 居然遇到两大顶尖高手 没见过世面的独眼龙 就麻烦了 我管先生 恶巴们吓得落荒而逃 严十三仗义出手 村民们纷纷点赞 将他视为大侠 原来 当初 燕十三 到神剑山庄 挑战三少爷 得知他的死讯后 就去了天下文明的药山 看病 结果 得知从小因过度练功 以无药可救 便决定放下执念 安享余生 在路上 他花一百两 买下农妇的车马 你现在有钱了 万一知道自己快死了 回去哪 去苦海镇呢 为什么 我劳碌了一辈子 从来没享受过 那里有吃有喝有女人 我肯定要去沉沦一番 就这样 燕十三 来到了苦海镇 到即是为自己购买墓碑时 意外救下小丽一家 求大侠叫阿吉武功 人人都说他是没用的阿吉 我一听到就心痛 大侠 在乡亲们的苦苦哀求下 燕十三决定给阿吉一次机会 看我 阿吉因杀戮太多 连剑都拿不稳 果然是没用的阿吉 没法交 他们那些武林人士 只会用武功给自己赚私利 村民的话激怒了燕十三 当天夜里 他便杀尽了恶霸老巢 时间 小喽喽们被屠杀殆尽 我是天尊分舵的多徒 你要杀了我 就是与天尊为敌 天尊的走口更该死 燕十三一剑 将大老板斩杀 从今天起 我将用我的余生干好事 当晚 胡海镇的村民 欢天喜地 敲锣打鼓 这一刻 燕十三感受到了存在的意义 行侠仗义 快意江湖 他喜欢这样的生活 然而 他已身患绝症 时日不多 不愿自创的夺命十三剑失传 决定收阿吉为徒 三少爷一死 只要你学会了我的剑法 就能够独步天下 成为有用的阿吉 阿吉仍没有答应 你到底是剑血心软 还是怕死都是 懦夫 其实我也怕死 有时候也心软 为了不让燕十三留遗憾 同意跟他学夺命十三剑 听好 十三剑始于续千刃之事 动止之剑法 燕十三还分析了 一百四十四路谢家剑法 在燕十三的调教下 阿吉不再是没用的阿吉了 燕十三心愿已了 离开了小镇 你躺在这干嘛 等死 别烦我 你还不能死 为什么 因为三少爷还没死呢 叫什么没用的阿吉 燕十三兴奋的直接诈尸 就要去找三少爷鄙视 剑奴连宝剑都给他捞起来了 但燕十三没走几步 却停下脚步 我这辈子也赢不了他 怎么会呢 我把我的剑法全教会他了 此刻 化名为阿吉的三少爷 不仅学会了燕十三的夺命十三剑 还赢得了小利的芳心 然而人红屎非多 赶个急就被红衣杀手认出身份 就连渣男的过往也被揭露 阿吉是神剑山庄的三少爷 谢小枫 我是他为过门的妻子 慕容秋迪 得知来龙去脉 小利自觉配不上三少爷 果断成全 而三少爷心太软 只得答应跟慕容秋迪离开 引吸取上次的教训 慕容秋迪与三少爷 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烧火做饭 轻力轻为 可好景不长 没几天 慕容秋迪就叫来一群家丁服饰 这让三少爷很不开心 但很快 更大的问题就来了 可三少爷要的 却是于事无争 妻而相伴 他决定让慕容秋迪 体验一下田园气息 因观点不同 三少爷再一次 离开了慕容秋迪 最后回到了小利身边 而慕容秋迪 在田狗竹叶青的调缩下 决定放弃三少爷 晚上 三少爷与小利 你浓我浓 还决定天亮 就带他们全家离开 他猜出慕容秋迪 会来报复 谁知 夜里 慕容秋迪的杀手就来了 还好三少爷武功高强 将他们拦下 谁料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大老板后面的势力 天尊组织杀来 神说大老板被杀那天 这帮剑民庆祝了一夜 火箭点燃了村庄 为了给小利一家 争取逃跑的时间 三少爷独自引开慕容秋迪的手下 情敌竹叶青 趁机偷袭 为什么你对秋迪如此残酷 你死了 我才能按您 老板在燕石三及时赶到 将他救下 而小利就麻烦了 领走前 他回屋里取自己的辛苦钱 却被慕容秋迪拦住 慕容秋迪心思被戳破 一怒之下 让手下屠杀小利全家 不久 三少爷和燕石三赶来 村庄一片废墟 四处都是烧焦的尸体 看着面目全非的小利 三少爷气得当场咆哮了起来 就在这时 剑奴带来消息 天尊组织要攻打神剑山庄 然而 三少爷却依然颓废不堪 天尊不但杀了娃娃全家 还把村民都杀了 你不应该为他们做点事吗 我的剑早已血气斑斑 满山都是罪恶 无需杀人 只要把对方打败就行了 懂吗 傻瓜 一语点醒梦中人 然而此刻 天尊已经带人杀进了神剑山庄 谢王孙带弟子迎敌 然而 对方早就准备了毒烟 弟子们死伤残重 谢王孙只得带弟子们 躲进了密室 谁料 天尊组织破点而入 谢王孙 你正义为名铲除一己 为的就是毒霸江湖 你谢氏一族的面目 比我们的面具还假 同行的 还有慕容秋迪 原来 他才是幕后主使 动手吧 谢夫人不愿受辱 一掌劈开机关 就要被埋于密室之中 今日起 武林再也没有谢氏一族 危机时刻 燕十三从天而降 用薄剑抵住石门机关 谢庄主 你把我骗得好惨 燕十三 你烧怪闲事 就在这时 三少爷破墙而入 谢王孙喜机而起 可三少爷却没有理他 而是走向慕容秋迪 劝他放下屠刀 与自己重归于好 不可以 杀了他 杀了他 手下一拥而上 三少爷虽赤手空拳 但这些虾兵蟹将 怎是对手 天狗竹叶青 只得亲自动手 小枫 进去 阿吉 万一忍不住 砍断几根手指 也是无伤大牙的 在燕十三的提示下 三少爷的战斗力升级 他拔出宝剑 所过之处 杀手瞬间制残 没想这些杀手 竟是被神剑山庄驱赶的武林败类 你用他们 你想把慕容家的脸都丢弃我 只要我的杨饼立万 有什么人都行 天狗竹叶青大怒 使出绝招 一行换步 就要杀了三少爷 奈何既不如人 慕容秋迪见状 冲上前助战 谁知 却被三少爷抓住手腕 别恨我 又一次被耍 慕容秋迪丧失离志 发了疯一样 刺向三少爷 因顾及旧情 三少爷只得飞身躲闪 天狗竹叶青 担心慕容秋迪 误伤到自身 上前阻止 谁知 被杀红了眼的慕容秋迪 一见穿心 即便如此 竹叶青还在当天狗 我已经是天尊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配不是 那你答应我 我要再去爱她 她会令你痛苦一辈子的 慕容秋迪丝毫没理会 走向三少爷 求你 他是我的 如叶青是如此的执着 但慕容秋迪更执着 她临死 也要倒在三少爷怀中 就这样 天尊组织 消失在江湖上 事后 燕十三 如愿与三少爷决战 一个剑客 最屈辱的结局 就是痛死在病榻上 你情愿怎么死 死在我尊重的界下 我是绝对不会以让剑 来侮辱我尊重的对手 好 我们来一生 再当兄弟 难道是否好皮呢 就这么死了 能否留我姓名 你觉得呢 那经文这条姓名 就交易你了 这些可爱的萤火虫 紧紧盯了壮汗一口 瞬间就将它放倒 实际上 女人抛媚撒娇 只为报仇血恨 事情要从十年前说起 当年闯王李自成兵败后 将大批宝藏 埋在了塞北雪山之中 还将钥匙和藏宝图 锁进铁盒 交给四大护卫之手 胡一刀保管 多年后 田规农在塞北自封为王 他便打起了宝藏的主意 然而 胡一刀武功盖世 与之匹敌的 只有金面佛大侠 苗仁凤 田规农手下的恶人们 冥思苦想 决定采取离间计 引来苗仁凤 对付胡一刀 等他们两败俱伤时 便可坐收渔翁之力 他们趁胡一刀不备 在铁匠铺做了手脚 胡一刀没有怀疑 就这样 被骗走了刀盒自己 随后 恶人们趁苗仁凤外出 用大刀截过了苗夫人 又模仿胡一刀自己 伪造了一封挑战书 看着爱妻的头颅 苗仁凤悲痛难忍 他誓要徒了胡家村报仇 毫不知情的胡一刀 满头雾水 苗仁凤怒斥他 害死自己妻子 胡一刀见他杀性浓烈 只能来场生死对决 两人皆是武功冠绝之辈 数招下来 依旧不分胜负 双方杀出了血性 纷纷祭出大招 冲向对手 鲜血瞬间洒落 两人尽数负伤 胡一刀刚要再战 谁料他突然口吐鲜血 剑血封好 剑上有毒 两人这才明白 中了奸计 这时 田规农手下的恶人们 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粉末登场 看着被复制一具的胡家村 胡一刀悲痛欲绝 老二宝树 生生捅死了一代刀王 这时首领陶百岁赶来 他跟宝树正在夺权 便趁机发难 质问众人 为何闹出这么大动静 老赛还在嬉皮笑脸 老陶 村子里那么多活人 我们忍不住 老陶 铁盒不在村里 陶百岁很辣无比 砍了老赛一条手臂 最后 让宝树地毯式搜索 殊不知 胡一刀的儿子乌斐 早已带着铁盒 趁乱逃脱 但他孤苦无依 只能到苦寒的塞北之地 艰难求生 还改名为龟玉 他在一个矿场中打黑工 然而 近来容易出去难 龟头并不是什么好鸟 挖到金子就给饭吃 没有挖到 只能吃鞭子 矿棍们不是被饿死 就是被活活打死 龟玉先知 自己难逃一死 这天 他又挖到了金子 但他悄悄藏了起来 然而龟头早已发现 交出来 交出来 为了杀一警百 龟头直接大行伺候 危机时刻 龟玉潜力爆发 一把将绳子震断 龟玉一招锁喉 接着将龟头甩飞在地 他趁机逃出地牢 一路狂奔 然而 监工穷追不舍 眼看就要被发现 龟玉只能躲进一间小木屋 谁料一个女人早已等他多时 龟玉这个男子 谁跟你借 你是谁 我找你很久了 此人正是苗仁凤之女 苗若兰 当年 他家破人亡后 并化名为青文 潜伏在宝树身边 他暗中调查当年之事 知道龟玉 就是狐一刀之子 胡斐 坦白身份后 两人决定联手为父报仇 然而 监工已经闯了进来 我跟你走 青文一个肥身 掀开麻布 顿时 树剑齐发 监工就此一命呜呼 解决完监工后 两人利用钥匙和藏宝图 制定了一个离间计 恶人们面合心不合 他们以宝树和陶百岁为首 组成了两个阵营 青文现在潜伏在宝树那儿 便让龟玉 做双面间谍 先效忠宝树 再借宝树之手 潜入陶百岁阵营 宝树果然上当 以后他送给陶百岁 在宝树的掩护下 龟玉顺利成为陶百岁的关门弟子 逐步取得陶百岁信任后 两人决定展开复仇大计 首先将藏宝图的铁盒 委托给标队 便故意放出消息 引起陶百岁注意 陶百岁动作迅速 当即派龟玉去拦截 龟玉挑衅护标队伍 标头果然被激怒 龟玉一手快刀 动如雷电 瞬间将一众标尸揍翻 然而 凝枪一躲 暗箭难防 标头瞄准他要害 趁机射箭 好在师兄殷吉 及时出现 替他拦截了飞箭 殷吉大开杀戒 这双耳朵归我了 眼看标头受伤 标队瞬间开启拼命模式 清文趁机出现搅局 殷吉不知事迹 拼命和清文争夺铁盒 然而 等盒子打开 他却傻了眼 龟玉 你怎么带着 龟玉起码就追 眼看任务再次失败 逃百岁和宝树 故泼脏水 指责对方办事不利 我看 你是越冷越糊涂了 还不如 早日告老幻象 把位置让出来 陶百岁火冒三丈 痛斥宝树越来越放肆 谁料这时 灰玉突然赶来 看着他追来的宝藏铁盒 两人瞬间站起 承上来 师父 东西我找到 陶百岁喜不自胜 急忙上交给田归农 在众人翘首以盼的目光下 田归农转动机关 打开了地图 把其他人都找来 谁先夺回宝藏 封口吻尸 恶人们心动不已 他们跟随地图 来到飞狐山 其实 他们都心怀鬼胎 想要独霸宝藏 但由于每个人都身怀秘书 彼此之间 布置对方底牌 因此 并未真正动手 众人来到飞狐山下的客栈 得知众人前来寻宝 掌柜劝他们打道回府 理由是此处 是雪山飞狐的地盘 而雪山飞狐 是狐一刀亡灵所画 不仅有吞云土雾之能 还专杀恶人 陶百岁听出掌柜话中有话 便先下手为强 要打开宝藏 还需要一把钥匙 里头上标示着 钥匙就在客栈 谁料 掌柜一无所知 陶百岁见他无用 直接掐断了他的喉咙 众人只能亲自下场 寻找钥匙 英吉率先发现线索 然而 他万万没想到 闺玉一个顺闪 居然将他捅了个透心梁 闺玉将钥匙交给清文 但英吉虽然领了盒饭 闹出的动静 却惊动了众人 闺玉活速围造现场 布置成机关暗杀的假象 就在众人进门那一刹那 龟玉终于大功告成 师兄 师兄 看着爱徒的尸体 陶百岁脸色阴沉 团视众人 你怀疑我 店家死了 这儿他娘的可没别人 人 可是龟玉发现的 龟玉言计爆发 满脸无辜 但陶百岁还是生了疑心 他让龟玉单独留下 一番试探之后 陶百岁放过了龟玉 毕竟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宝树拿到了钥匙 他们的阵营必须团结 深夜 一只蜈蜈蜈潜入了龟玉房中 这是宝树的暗号 龟玉只好起床加班 陶百岁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你没有死破脸 是因为彼此的密疏 但此行欲望是不同 让我做好动手的准备 我以为他要夺你手里的钥匙 龟玉本想挑拨离剑 让宝树和陶百岁窝里斗 谁料 宝树凡江一军 让龟玉去杀死周云阳 抢来藏宝图 第二天一早 他们按照藏宝图指引 进入一片大雾弥漫的森林 为了不迷路 陶百岁在树上做了记号 然而 转了一大圈 众人又回到了原地 老唐 这帘子有问题 周云阳上去拔匕首 居然摸到一把空气 就在这时 林间滚来浓浓白雾 没一会儿功夫 便将众人吞噬 众人在惊慌失措中 纷纷走散 周云阳看着地图 想要寻找出去的路 周云阳问他怎么知道 鬼云并未回答 而是一个闪身 扑向了他 还有一刻钟 泥雾就要散了 鬼云必须速战速决 周云阳出招狠浪 鬼云被打得口吐鲜血 眼看要命丧此处 鬼云只能藏在树上 伺机偷袭 趁周云阳不备 鬼云一跃而下 发动进攻 周云阳被逼无奈 只能使出独家秘书 没想到周云阳直接撞向大树 利用散落的血水化成冰锥 鬼云不慎重招 他硬撑着进攻 凭借灵活走位纵身一跃 弹向周云阳 鬼云拖着残躯 去寻宝树 然而地图和钥匙都在宝树手上 他才不会管鬼云死活 鬼云只能人气吞声 他们按照地图指引 来到了一处峡谷 然而四处白骨累累 宝树怀疑地看向地图 谁料鬼云突然出手 一把扯掉宝树身上的钥匙 原来鲑狱没能斩杀周云阳 陶百岁及时出手 不仅救下周云阳 还将鲑狱一脚踹飞 陶百岁本以为鲑狱被收买 谁料他一开始就是卧底 郑三娘本想刺死这个叛徒 然而陶百岁改变了想法 他要将计就计 因一把宝树 陶百岁给鲑狱灌下毒药 然后给了他一张假地图 就这样 宝树被引到了猎狗谷 众人被猎狗团团围住 陶百岁则站在高处 看好戏 纵使众人无意高强 也挤不过猎狗的群殴 宝树 眼看宝树被猎狗 撕咬致死 众人不由心惊胆战 这时突然出现日食 不好 有变数 陶百岁赶紧下去查看 当他们赶到谷底 猎狗已经散去 得知鲑狱没有拿到钥匙 陶百岁一巴掌扇了上去 不过 他并没有赶尽杀绝 杀了老塞和清文 还能活 此时 一条蜈蜈 正爬向宝树尸体 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 宝树凭借秘术 重回人间 毫不知情的双方 还在厮杀 陶百岁追杀老塞 十年前你断我胳膊 今天我拧掉你脑袋 但姜还是老的辣 几招过后 陶百岁直接拧断了老塞手脚 但兔子急了也咬人 老塞直接使出杀招 一拳将陶百岁轰出密林 原来 当年他被陶百岁 砍断左臂后 偷偷找乌衣接上 十年的隐藏和锤炼 就是为了等今天这个机会 陶百岁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他要动用秘术了 看仔细了 眨一眼 你就会死 老塞不懈地挥拳 然而 陶百岁的秘术 竟然是分身 老塞被挑断了手筋和脚筋 陶百岁 陶百岁刺出木棍 里面居然是把铁剑 老塞被他一剑封喉 陶百岁赶紧寻找钥匙 这时 龟玉突然出现 但龟玉并未言语 陶百岁怀着不甘死去 龟玉找出解药符响 秦文 秦文正身陷淋雨 周云阳武功高强 秦文没几招 便被制服 无奈之下 他只能施展美人计 色字头上一把刀 周云阳很快 就中了秦文秘术 正是漫天飞舞的萤火虫 周云阳瞬间四肢麻痹 秦文人狠话不多 一刀刺死了周云阳 然而 藏狼捕蝉 黄雀在后 郑三娘早就在暗处 目睹一切 郑三娘方才就在 在 开戏呢 郑三娘冲向秦文 她的杀手锏 是金丝银针 金丝锋利无比 两人打斗间 已布满全场 密密麻麻的网 困住了清文 眼看清文要被郑三娘 活活勒死 关键时刻 龟玉赶来 郑三娘当即出手 龟玉也被金丝牢牢困住 正当郑三娘得意无比时 龟玉发动秘术 斩断金丝 郑三娘来不及反应 被一刀刺中腹部 龟玉大仇得报 捉出了自己的身份 然而 她万万没想到 结束了 结束了吧 复活的宝树悄然出现 龟玉瞬间呆滞 好在清文的身份还没暴露 两人只能兵行显招 龟玉提刀便砍 但她的功夫有一半 都是宝树所教 宝树游刃有余 将龟玉揣得口吐鲜血 眼看龟玉要被宝树杀死 清文只能强先下手 通知龟玉背叛自己的信任 随后将她一把推向悬崖 并把地图和钥匙 献给宝树 是清文眼妆 还义附于险境 宝树并未起疑心 两人终于来到藏宝地点 但这里空空如也 宝树细细阅读地图 终于找到钥匙孔 山上石头纷纷落下 洞口也吹出大风 雪花散开 冰下闪烁着金光 宝树狂地看着冰下宝藏 清文却淡定自如 他说此处没有入口 宝树质问他是如何得知 清文一言不发 直接动手 清文你疯了 宝树被清文划伤 尽管知道刀上有毒 但宝树丝毫不拒 因为他就是用毒高手 这时龟玉赶来 原来他落下悬崖后 被清文的老鹰相救 龟玉双刀合一 在线父亲的大刀 一刀便刺穿了宝树 并毁掉了让他死而复生的蜈蚣 龟玉引燃火药 在一声爆炸中 宝树和宝藏一起跌落悬崖 至此杀害他们全家的恶人 尽数浮出 没想到传说中的第一女真士 竟然沦为了烧火丫头 打个老鼠 你才是老鼠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平平无气的村妇 居然仅凭一根鸡毛胆子 就打败了黄承司的顶级高手 南北朝时期 为了监视文武百官 南朝皇帝特设了情报组织 黄承司 黄承司只听天子号令 成员各个武功高强 这天 黄承司第一女真士 唐紫燕 接到任务 急杀凤火军余孽 廖小虎 凤火军是一伙叛军 他们由北朝遗孤组成 多年来图谋颠覆南朝 廖小虎 曾是凤火军煞血营的死士 兵败后 带着妻儿隐居 但还是被黄承司 发现了踪迹 你是个明白人 我若真的明白 就不会有妻儿了 廖小虎假装英勇就义 实则暗中酝酿杀招 他趁唐紫燕不备 撒出毒酒 随后 挥刀变开 好在唐紫燕早有防备 如果没有他们 要我肯定就喝 但是现在 必须欣赏你吧 两大高手在雪地中拼杀 廖小虎的武艺本就不弱 如今拼起命来 更是凶悍异常 唐紫燕一个不留神 胳膊就被划开一道口子 但唐紫燕到底是黄承司第一高手 一刀劈向廖小虎灭门 将他砍得头破血流 唐紫燕一刀刺中廖小虎 最后 一个飞踢 将他踹到 谁料 廖小虎的妻子突然偷袭 唐紫燕反手一刀 将他刺死 廖小虎悲痛欲绝 但他到底是个汉子 既然再劫难逃 不如死个痛快 但而两人并无深仇大恨 如今刀剑相向 不过是立场不同 唐紫燕痛苦万分 他失魂落魄地找到丈夫周前安 周前安只是个平头百姓 靠表演皮影戏谋生 当年他好心埋乱藏岗的士兵 谁料误打误撞救下了唐紫燕 周前安将他背回家 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两人一见钟情 结为夫妻 然而 多年的杀戮生活 让唐紫燕厌倦 他下定决心 归隐山林 可不可以离开这里 换一个地方生活 我倒是无所谓 你想去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然而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两人的平静日子 没过多久 皇宫就发生了一起命案 小皇帝即将亲政 大臣鼎力支持 可太后却一口否决 张书相 这盏牵手观音琉璃灯 望你面佛思醒 谁料 当晚 数名大臣离奇身亡 守卫们只看到巨大的八臂邪神 张大人 小皇帝怒不可遏 这完全是在打他的脸 他下令皇城司 彻查此事 但众人丝毫没有头绪 无奈之下 同龄李济叶 想到了唐紫燕夫妇 女珍视小赛 自告奋勇 去请唐紫燕出山 但他心高气傲 早就想和唐紫燕过两招 没想到传说中的第一女珍视 竟然沦为了烧火丫头 两人话不投机 直接在小院中交手 然而 前辈毕竟是前辈 把一根鸡毛胆子 捂得虎虎生风 打得小赛狼狈不堪 再痛不客气了 小赛不撞南墙不回头 提起双刀 砍向唐紫燕 唐紫燕也动了真火 两人在屋顶大战 小赛越打越上头 好在 一只飞剑拦下了他 原来是皇城司的统领 李济叶 和神剑手寒冰赶来 然而 小赛还不肯罢手 李济叶将他一掌拍飞 唐紫燕逼问众人 为何前来 李济叶将案子如实相告 众人来到皇城司 周前安将观音灯拆开 在他的操作下 幕布上的观音 瞬间变成巴臂邪神 他还向众人展示了邪神的武器 不仅有刀 还有剑 然而 影子并不能杀人 皇城司只能继续调查 他们发现 其中有凤火军的身影 李济叶请唐紫燕出山相助 可否回来 助我一臂之力 看着熟悉的披风 唐紫燕到底还是同意了 与此同时 凤火军的阴谋也在展开 此番进京 老夫决定 亲自去皇城司走一趟 此人名叫杨胜寒 是如今凤火军的首领 也是皇城命案的元凶 他一进京 就敲打了不安分的弟子 恳请老师告知下一个计划 弟子知错 最后 杨胜寒主动现身 并要求与唐紫燕见一面 否则 他不会图露半句实话 唐紫燕深夜赶来 杨胜寒这才说出凤火军的目的 他们要在小皇帝的冠礼上 刺杀北朝的皇太帝 虽然皇太帝是凤火军自己人 但只要他死在南朝 便能挑起两国大战 小赛质问他 害了多少刺客 谁料杨胜寒爆出惊天大瓜 凤火军死世 唐紫燕听令 命于都城内 诛杀北朝来始皇太帝 三日为宪 不死不休 所有人脸色大变 然而 李姬叶不为所动 凤火军要杀谁 你们就算提前知道 也根本阻拦不了 虚虚实实 真假难辨 为了以防万一 唐紫燕只能被暂时扣留 众人兵分两路 韩冰负责押送杨胜寒去地牢 小赛则看管唐紫燕 走 然而 杨胜寒老猫身算 他敢以身犯险 自然也有办法脱身 八臂邪神悄然现实 一刀砍死落单的守卫 最后 我要在四周爆炸 烟雾顿时席卷众人 杨胜寒转动扳指 抽出铁链 八臂邪神应声而动 走过之处 护卫瞬间惨死 韩冰飞身放箭 却被杨胜寒一掌拍烂 他心中大恨 又放一箭 谁料杨胜寒这次空手接下 八臂邪神承胜追来 好在李继业带兵之远 众人冲进火中 准备生请杨胜寒 唐紫燕本来在接受检查 听到这个消息 他顿时心神不宁 杨胜寒分明是冲他而来 杨胜寒若是跑了 我家惯人可就危险了 唐紫燕趁小赛不备 抢走他的披风就跑 然而 人算不如天算 唐紫燕刚跑出地牢 唐紫燕 跟我回去吧 我必须回家叫我惯人 韩兵还想再追 李继也却拦下了他 如今 当以皇太帝的安全为重 明日皇太帝出游 他们必须粉碎凤火军的阴谋 此时 唐紫燕已经赶回家中 但他还是晚了一步 周前安已经被杨胜寒抓走 如今 他别无选择 只能去刺杀皇太帝 因为他真的是凤火军余孽 唐家处处与我凤火军作对 先已被我军满门灭口 第二天一早 北朝皇太帝风光出行 派高手过来 贴身保护 皇太帝神神癫癫 非要去看女子斗技 李继也只好下令包场 然而 以防难当 李继续 放大家进去 今日我要与南朝百姓同呢 李继也凄虎难下 只好让手下勘劳皇太帝 然而 皇太帝存心作死 非要坐在一楼看比赛 你们可是皇城司的高手 我相信你 果然 不作死就不会死 斗技刚一开始 唐紫燕就潜入了酒窖 他火速打晕两个小二 等李继也发现部队时 他已经布置好了机关 下面酒窖 有酒窖 为何不早说 就在看台下面 皇户皇太帝 皇城司瞬间集合 三大高手一遇而下 然而 皇太帝已经断气 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 其实 一切都是唐紫燕的计策 他早已不愿为凤火军卖命 于是 昨晚他找到了皇太帝 将凤火军的刺杀计划 抖露了出来 请他配合自己演一场戏 目的便是迷惑杨胜寒 让他确信自己没有背叛 计划成功后 唐紫燕微笑着走进凤火军驻地 杨胜寒志得意满地出来迎接 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是老师教导有方 那你不该成亲 唐紫燕急忙解释 成亲是方便他隐藏身份 然而 杨胜寒是千年的狐狸 自然不肯轻信他 杨胜寒将周前安 放入琉璃迷宫 承诺只要他逃出来 就饶他一条小命 娘子 不用担心 我在这里挺好 看着周前安痛苦挣扎 唐紫燕心如探考 谁料 杨胜寒突然回头 他只能强颜欢笑 好在周前安也有几分本事 识破了迷宫的幻境 他奋力一跃 闯了出来 娘子 你看 我成功 杨胜寒出尔反尔 一剑射死了周前安 老师好剑法 杨胜寒彻底相信了唐紫燕 领着他来到祠堂 里面摆满了凤火军的灵位 如今 南北朝即将开战 杨胜寒喜不自胜 杨某人终于兑现了诺言 可以为你们报仇了 唐紫燕面无表情 他趁机探听凤火军的下一步计划 然而 杨胜寒笑而不语 莫非是皇帝的行冠典礼 杨胜寒不愿回答 反而将象征首领的戒指给了他 凤火燎原 生生不息 原来 唐紫燕已经怀有身孕 杨胜寒这才知道 他动了真感情 当场就要杀了他 唐紫燕先下手为强 一掌饿死杨胜寒 唐紫燕如今身陷虎穴 只能拼死一搏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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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紫燕手持双刀 宛如沙神 在凤火军的老巢 杀了个昏天黑地 在这一刻 他不仅是为丈夫报仇 也为自己报仇 他心里明白 自己不过是杨胜寒的一枚棋子 十多年来 只有丈夫一星待他 唐紫燕越战越勇 他一跃而上 对弓弩手大开杀计 血雾弥漫了整个营寨 唐紫燕仅凭一人之力 屠杀了整个凤火军大本营 唐紫燕强忍悲痛 将周前安带回家中 为他整理好仪容后 唐紫燕一把火烧了曾经的家 如今 凤火军还有卧底潜伏朝中 他要将其一一杀死 时间一晃而过 转眼就到了小皇帝的惯例 皇城司奉命查探 此物乃官家命人 便请能功巧将 联手打造而成 名曰燕云先进 文喜公公微笑点头 他本是太后身边的贴身护卫 但太后布满皇城司的安保措施 特意让他前来监督 李基叶请求为太后增添护卫 但文喜一口否决 三人接连出手 都被文喜公公一招秒杀 三人只好兴兴离去 观礼当天 女子斗技团赶来助兴 琉璃灯也被拉开 整栋阁楼在光影之中 瞬间变成了一处仙境 女子们在看台上表演斗技 好 打得好 谁料他们突然出现 为小皇帝呈上欲如意 快快平身 来人 打赏 原来他们也是凤火军余孽 黄城司乱箭齐发 带着关键先撤 但刺客的目标不是小皇帝 而是力主义和的太后 一切都只是障眼法 真正的杀手 扮成仙鹤 来到太后身边 好在文喜公公谨慎 然而 太后忧心小皇帝 快去保护关键 快去 文喜只能迈进迷雾之中 她刚出来 就遇上了女刺客 文喜一枪刺出 女刺客瞬间跪倒 谁料 一只巨手从她口中钻出 竟是隐藏许久的八臂邪神 文喜被她生生砍成肉将 终于等到了凤火军王牌 唐子言也不再伪装 你们先走 都保重 她甩出飞链 在空中跳跃 在千军一发之际 救下了太后 然而 杀手的惨叫 引来了八臂邪神 好在小赛和寒冰 也赶来支援 你不是跑了吗 为何要回来 抓捕邪神 还轮不到你 唐子言踏上玄桥 谁料 八臂邪神从背后偷袭 她亮出双刀对敌 此时 小赛也遇到了八臂邪神 双方顿时陷入苦战 原来 两人皆被幻象迷惑 他们在幻象中自相残杀 此时 李继夜也赶来太后身边 两人护送太后退回房中 李继夜让寒冰 去协助唐子言二人 天军 你才刚到 怎么知道是两个人 李继夜邪魅一笑 他转身出刀 杀向寒冰 原来 他才是真正的八臂邪神 也是杨胜寒的得意弟子 谭冰拼命抵抗 奈何房间实在狭小 他的射处根本发挥不出威力 李继夜把他一顿痛揍 你的第三剑 留着自己珍藏了 然而 谭冰也非浪得虚名 用脚射出了最强的一剑 我说过了 第三剑 比一剑切 但李继夜仍然生龙活虎 好在事情还有转机 唐子言虽然身陷幻境 但他突然记起丈夫生前的话 眼见不一定为时 他恍然大悟 开始疯狂攻击四周 随着镜子破碎 小赛也摔了出来 果然是你 什么是你 两人来不及争吵 赶紧去保护太后 此时 太后正直面李继夜 就算杀了我 官家都会知道你的真面目 你也难受怨 李继夜步步紧逼 关键时刻 唐子言从天而降 他万万没想到 李继夜居然是最后一步暗棋 两人当即展开较量 他们从屋内杀到屋下 双方各有负伤 就在这时 空中冲下一个无胜 李继夜刚要开打 唐子言就从背后 给了他一刀 我二爷子 你比我家官员 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原来 官二爷只是一个皮影而已 从此 唐子言终于归隐山林